也就是在管路 存在的家具要去哪裡去討厭嗎? 來跟南道官的火電動心和他的相比 一拜就能享受到這四個電規 看三條和空量的事有一個景點 南道官政府從這月21號開始 去到二月19號 南道電規和全國最大型的空量電腦 也去刷掉文化橫区 就要邀請各地民眾做回來南道試圖 提倡國內內銷的一個觀光市場 所以今年過年我們就辦了一個 世界所沒有的一個沙雕文化園區 還有燈會還有恐龍大展 三項活動結合起來 就讓這些觀光客到南道線 讓你足夠在這邊觀賞一整天的時間 晚上就留下來記住 這樣的話可以帶動我們南道線的觀光產業 還有這些旅遊業還有觀光業還有飲食業 都擴產 在中火跟三條的部分 都特別邀請國內外的大室進來設計 另外恐龍電腦 除了是目前全國最大型的 竟安排各種合同遊戏 這三個外燈 無論是一個人 或是朋友 一個火也才是好朋友 都最適合來出燈 燈會有好幾個特色 第一個我們的主燈是配有我們明年是基年 所以主燈相當的有看頭 那高度也高達15米 那當然副燈的區域我們也邀請了 包括香港包括大陸地區好幾個 具有特色的燈都會來 那恐龍展的部分號稱是台灣最大的恐龍展 那最高的恐龍也要高達15米 那非常多的恐龍都微俏微妙 那當然也有很多深受小朋友喜歡的一個恐龍的一個互動活動 那今年的沙雕 那目前作品都已經在開始在試作 那今年沙雕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每一個主題都有故事性 每一個主題跟主題之間的一個串聯性也非常的好 我們老頂會恐龍展覽 刷掉文化橫窟 三個掛檔都是辦理在我們保管火電中心附近 就是要讓郵客一回就可以享受到幾個行的路由行 因此也不讓民眾都吃過路 像市委家長就表示恐龍展覽不能出味 還可以學到地獎 一定很適合帶孩子去參觀 對於小朋友或是說大人來說有欲教愉樂的作用 另外一個就是說可以讓很多的外來人口 或是說經營更多的觀光是來南屯這邊旅遊 辦這個燈會我當然買很久了 因為我那時候集體辦的時候 下一天我跟老公還是去看了 那靠近這個南屯當然更好啊 因為南屯的地方也很漂亮 其實沙雕是很好的那個藝術品 我想說如果是長期的話 應該是會帶動地方的那個繁榮 南島的雄土頂會和全國最大型的窮龍展覽 以及南島館刷掉文化橫窟三個大型掛檔 從這月21號開始一直到幾月19號為止 南島館政府觀光處歡迎各地民眾 相助到南島館會電中心 提案這南島館在大型觀光信書 記者映星以昌報道 好 好 好